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知道明白到学历的重要性 但是作为一个男人 上来出来学会工作的时候 他的社交的技巧是很重要的 至少你懂得怎么去判断 还有就是跟朋友沟通 所以我觉得我就是准备好他的心理的情绪 如果他开心 他长大小学的时候肯定会很专心去学习 但是现在如果他累质很多不开心 我相信他就会把这种不好的情绪 搭到课堂上面 也是挺会影响到他的学习 提到奸化近日荣获第15届 纽约亚洲电影节颁发的 亚洲之星大奖 他表示很高兴得到这个奖 马上就会启程去纽约 同时也是参战电影 《哪一天我们会飞》的演员代表 很开心这个是让我很大的鼓励 所以我下个礼拜就会出发去纽约 去参加那个电影节 当天也是我觉得挺有意思 也是跟黄修平导演一起去的 因为他当中有一个highlight的电影 就是那一天我们会飞 所以那个时候我自己本来有一些 关于洋强化的那个影片 也会在那边作为一个介绍的环节 所以就去看一下学习一下吧 名模周文奇以一声 低胸透视群现身非常性感 开心的儿子下月就一岁生日 他表示不会太搞生日派对 买一个蛋糕一家人庆祝一下就可以了 谈到现在很多怪兽家长的问题 开心说自己不会做怪兽家长 其实我不是一个 你们说那什么怪兽家长吧 我也比较喜欢跟他 因为他现在那个过程我觉得最好玩的 就是刚刚好像跟我蛮有那个沟通的联系 我觉得我很喜欢就是抱在我的身边 就是跟我一起去玩 在公园玩玩啊 在家里啊游泳啊 这样子我觉得比较 已经觉得就够了 因为他不是也很大 我觉得学上那方面 我觉得慢慢来了 我不是一个很焦急的妈妈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